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我看了前几期视频 发现两代演示图之一的马力托乌卡居然没有讲过 所以趁着这次有一个很好的录像 我就专门讲一下这个图 这个轮子这个皮肤我是在那个官方摩托站的 我觉得挺帅的 很有科技感 这张图的话它主要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山一个是中间还有一个是一线 新龙山开始讲 山的话一般是重坦上 但是中坦和轻坦开局像这一把 这个轮子他们三个人组队目的非常明确 轮子要帮抢山 然后抢山有几种强法 这一把用的是比较激进的内容 比较激进的打法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这把只有三个重坦 要么火炮多 要么重坦少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任有一种你都可以去抢一个比较激进的点位 然后他这边刚开始来应该是没有沟通好 点位其实不对 这边是亮不到对面上山的重坦 等会他会改一个位 在我之前说的两种情况下 你想比较激进的点位 在重坦上山的途中 才可以亮不到 你看 台湾组队沟通 就让换点位了 对就是这个草 这个草是比较激进的但是 作用非常大 在对面重坦上山的途中 自家火炮是能直接支援到 然后我们家的车在 半山 这个山坡这里 也能黑到 就是对面上山的重坦 这个是什么条件下 就是能抢这么激进的 然后如果不抢激进的话呢 那就在后面 直接在A0 A0这个角落 就是地图的角落有草 你可以乔纳 然后也可以拿一个坚守 然后你比较方便跑 就是比比较高的车 在对面没有贴的特别近的话 你就不会亮 然后你找个时间跑就行了 然后也能拿着点亮 像这个比较激进的这个草的话呢 是要么组队 组队的话队友帮你驾 要么是有火炮 火炮多 三分炮 至少三分炮 要么是对面重坦少 对面重坦少 对面上来的慢 还有对面车少 来的车少 队友来得及 把对面打掉血 对面就不敢上 对面重坦特别多的话 队友支援力度不够 对面是可以抢上 你就只能跑 而且可能还会掉血 好这是三 还有是中间 中间的话 它有几个眼位 给你们标一下 首先252这个位子 这位子不算眼位 没有什么用 但是方便打输出 就是你开一个中坦 就是你不开轻坦 然后你开中坦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 蹭点点亮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然后主要是黑枪 那地方主要是黑枪 对面252就是对称的地方也是有的 这个图是那个斜对角对称 还有就是 在开局就是水边 两个很经典很经典的位 就是上方也有下方也有 下方大概在这个地方 上方大概也在这个地方 反正就你们可以开局 LT多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LT跑哪 大部分LT都会 去的那个点位 那个点位是亮开局过路费的 然后你也得看什么时候能去亮 什么时候不能去亮 重坦多的时候你去 收益才大 重坦多TD多的时候 TD少重坦少 你就不要去了 因为MT多 你去的话 即使你是 就是410的视野 然后你带个高光 吃着口量 你也不一定亮到MT 因为大部分MT的那个 就是移动引力都不差 他过路他也不怎么会亮 而且他跑得快 也来不及收过路费 所以你必须要看开局车型配置 然后你决定开局去哪个野位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轮子 这个地方 这个野位 这个野位 开局就可以来了 这个地方也是能亮 就是上山的车 但是 这个亮的话呢 只能亮一小段位的 就只能亮一部分时间 火炮多才 炸得到 火炮少的话是没有车能打 就是这个位子 他能亮对面上山的车 然后这个位子是两别都能抢 而且他能压得住252这个位子 中间的打法是步步推进 他可以统称为三格吧 252这个位子是最保守的防守的一格 然后 然后 当比较有优势 就是 山已经拿下来的情况下 你可以 往前推一格 就是推到 我刚才标的那个中间 那个两倍能抢的位子 然后如果 山完全拿下来了 然后已经打完了 那我可以推到这个 水边 对 就是现在 轮子在的这个位子 再能推进再一格 这三格的话呢 就是 水边的一个打法 但 水边 你要往前推 你必须保证山拿下来 山拿下来的话 你亮的人 才能点得到 像刚刚轮子 在这一波骚骚坐 然后直接把对面全点死了 因为我们山拿下来了 才有人打 中间点的人 基本上 是要靠山来打 就是 后方的那些TB 基本上是 打不到对面加的 只能山拿下来 山拿下来之后 务必不能冲 因为 在山拿下来之后 两边都能在山脚 坐眼 两边山脚坐眼 基本上都能把 山上下来一个死一个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除非自家中坛 打对面 然后对面无伤 收掉自家中坛 就 血量特别特别好 那可能还会冲下来 不然的话 只要是半血 都不可能冲了下来 就一定不要往前冲 像他们这边 黑箱把自己黑死了 然后他们换线 中间呢 这个贴水边 还有252这个位置 在一线丢了之后 252这个位置就 往往是站不住了 P44 再往前走几步 往往就能直接 晾到252这个位置 再往前走 沿着这个房子边 往前摸 直接能把252这个位置晾 所以 一线 基本上还是要有车 站住 如果一线完全丢的话 那么252 就是中间也会丢 它是完全是一个联动的作用 一线能直接位置中间 能直接点到 如果你完全拿下一线 的话中间是拿不住的 然后 中间点了人山上能打 大概是这样 山上的话呢 只能 就是只要你不冲 你不乱冲 只能看好爆炸 山上还是比较安全 就是你不要乱来 还是比较安全 这个轮子 点了很棒 你看带的量 仰杆炮 眼车 一个正常的组队模式 到现在八级房 如果是近十地方的话 那个破底头 没有那么大用处 但是现在是八级房 还有 一线这一坨 就是现在轮子前面这些层 这些草能来 但是 只有开局能来 而且 作用 其实还不如中间 这个水边的那两个眼位好用 就是这一排草的眼位 你看情况吧 也是种产多 TD多 在家蹲的情况多的话 就来 然后协助场一线也可以 像这边 它的山上已经 就是 山上送完了 然后 就是像刚刚轮子它拿到了水 它这边绕了几圈 它不可能再往前冲了 再往前冲 一个是 你队友在山上 那时候已经接近四五百米了 那时候打的 精度也不高 而且也不一定能打到 那个时候 你再往前冲 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换线来打 就是你在一条线 经历优势之后 要是打不过去 你就要换另一边打 这个是 很多图吧 就玩眼车的话 像马利洛夫卡 还有即使是普罗 你一线 你可能冲不到底 普罗的那条一线 很多时候你是不好冲到底的 但你把前面大部分都排完 这边被压缩得很厉害 然后你就可以换中间 直接中间穿过去 就是贴边亮 再抄底之类的 或者你再去外线打 又换线打吧 眼车的话 因为你这条线 你前面已经点了一轮了 对面肯定是 经历全方这条线上 对面肯定预秒好了 你要是再强行冲 大部分时候就必死了 因为对面已经 开镜等着你了 那你要换一条线 然后都会发现 另一条线亮 那肯定反应没有那么快 你可以再点一波 我看看 像这个图 就是一线的话 还是没火炮的时候 就护卡一下 有火炮的时候 就基本上是靶子 就贴房子站 跑不了 就是95那种车里 上不了山 你就在和老老师的手家 贴个房子就行了 反正贴到对面家之后 对中间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要是你发现自己家一线丢了 那时候就赶紧回家 回家就是回到就是下边 下方是这个湖这里 有槽位 上方的话也是在这个水边 有槽位 就是帮手家 在一线丢了之后 就不要再去站中间 里面站中间的话很容易被亮 像 那 SPG的话 这个图就随便站 自己看炮起来往哪 如果山拿起来之后 你甚至可以上山打 只要你跑得够快 上山 往下 就是到处砸 TD的话 就 水边 像 几个 油槽的地方 基本上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水边 LT的经典位置的话 主要在水边有几个 我会大概标准 前面应该也讲的差不多 然后山上有草位 山上草位的话 也是那么两三个 你要看着你的车体大小 一线如果你硬要点的话 那只有中间那一排草 你可以玩一下 就是大平原上面那一排草 HT的话 要么上山 要么手一线 就没有什么选择了 这个图是 青坦占一半 山占一半 就是很简单 青坦会玩 引一半 山 不丢 或者山上中坦会玩 即使对拼全部拼没 那也好 就不要大比分丢 就也占另一半 MT就比较灵活 引P好的话 可以选择LT的草位 引P不好的话 那我就上山 就机动快 就上山 帮HT抢位置 你抢一个 就是对面HT要亮的话 压力很大了 火炮可以先炸他一轮 然后你还可以收他一轮 当然你要小心被对面火炮 大概是这样 如果没有火炮的话 你就老老是抢到 就是到那个风车那个地方 卡住就完事了 要对面车特别多 自家车特别慢的话 你就赶紧跑 要自家车多 对面车少的话 你就帮卡着 把那个位置先拿住 大概是这样 这张图 轮子的那个打法是 非常教科书 开轮子 或者说开高速轻毯 可以学习一下 但是我的打法 一般就是 我不喜欢这样 就是他后面这样漂亮 我是不怎么会 我比较喜欢那种 一步步摸藏 好吧 对于摸亮 这个就是 玩的车 车型不同 好 这一期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一期只有这一个视频 因为其他视频反正也没有那么好 而且地图也没有什么新的 有几个图 其实不是很好 作家明斯克 还有安斯克 安斯克那张图 就 以速才很少 因为我自己不打那张图 然后明斯克也是 回头看一下吧 好 那还是这样 下期再见